我接觸鼓是两岁 然后学是五岁半的样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爸爸是做鼓手的 他以前打了很多年鼓 然后他在引导方面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他会在进步不大的时候 他会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我 他算是一个当时国内比较流行的那种 现场伴奏的鼓手 有一个视频是我影响我非常大的 他是2003年的Modern Drama Festival 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 是很多鼓手会聚在一起 有一个音乐节的演出 那个鼓手叫做Nathanael Townsley 然后是美国在纽约的一个鼓手 他那段视频是对我印象很大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四五年吧 就每天都拿看 然后继续模仿嘛 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没有 现在很长时间没有老师 所以我的学习大多都是靠模仿为主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堆积压力的人 我在好的时候如果100分满 我可以打到我自己认为95分或者更高 但如果打得不好的时候 我可能就觉得只有30分 可能也是因为要求比较高 越是觉得还没有到很完美 就越是想要发力 越想要发力就越可能会 就失去一些控制嘛 我在国内有一个乐队 然后乐队的band leader 是一个吉他手 他经常说一个话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他说我们在学吉他的过程当中 不是在学吉他 我们在学音乐 那我们在学音乐的过程当中 顺便我们学会了吉他这项技术 我们不要只是去注重于技术啊 那些比较表面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你的你的节奏 或者是你的速度 或者是你的手法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是只是为音乐服务的 打鼓应该算是整个音乐的框架 那或者换一句话说 它是所有乐手的一个依靠 只有鼓手的强烈的节奏感 才可以带动所有的乐手 去在同一个点上发出正确的声音 我是李力量 我是一个鼓手 我是李力量